家族狂想回覆 小嬰兒也會便秘 牛奶可能是元凶 好 這邊討論就是關於便秘的問題 像那些小寶寶小嬰兒 他就只能喝奶 他也不能吃很多纖維 那怎麼辦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其實在那種六個月左右 甚至四個月左右 就有些寶寶會開始便秘 我就問媽媽說 那他吃什麼奶 如果是 喝母奶通常都不會便秘 但是如果喝配方奶的 有一小部分的孩子 他的確就會便秘 怎麼辦 你怎麼都不給他喝奶 這是國外有研究的 就是如果針對這種 他人在靠奶為生的這些寶寶 你如果把他的牛奶用 譬如說用 它便秘竟然會改善 或者說你用別種奶 譬如水解蛋白 或者是有些人把脂肪更換 它真的會有一些改善 可是像這種狀況 如果換成豆奶 我會不會營養不夠 所以剛剛特別強調是嬰兒豆奶 沒有 自己在家換豆漿 這樣就不行了 是有嬰兒豆奶 對 嬰兒豆奶 那它裡面的這些蛋白質 脂肪 熱量都會跟 這個所謂的嬰兒配方 是符合標準的 那當然你剛剛講說 換如果是水解蛋白的話 那這個裡面上 它只是把那個蛋白質切碎而已 所以其他的分子的 這個整個熱量 整體的組成也都是一樣 所以不會因為你換奶 然後就造成小孩 這個營養不良是不會的 但是我們還是期待你 既然你的孩子 對牛奶蛋白不適應會過敏 不是 會便祕 那麼你就是在四到六月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把副食品加上去 對不對 這樣的話以後 你的孩子的營養的多元化 你就不會因為沒有奶 然後搞得就是心裡很焦躁 對 你就從別的食物當中 慢慢… 把那個營養取代回來 也有很多出口 對 既然不是 grad》 還有 你